慈禁南投联络处 日前举办岁末祝福活动 约有两千多人参加燃灯许愿 县议员曾正言也参加祈福点灯 并感谢正言上人到南投开市 希望大家秉持大爱精神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今天是我们正言上人 本人来到我们国民的主席 住在这里 本人来到这里给我们开始点灯 正言就说很多故事 很感人的故事 就是说我们平常要秀 平常说像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饭 要知道说历历皆辛苦 知道说做这些人的感苦 我们平常都要持着大爱的心 社会上有较困苦的人 我们要帮忙 我们的社会 全般就做温乱 我们的弱势这个期块 我们来帮忙 南投联络处公传主任 徐坤隆表示 在921大地震时 此季援建了南投县39所的学校 希望借由岁末祝福活动 让大家懂得感恩 上人也曾经在会场 告诉我们南投县 在921地震的时候 已经援建了30多所学校 那在南投大南投县这个地方 我们此季可以说帮忙的非常多非常多 那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南投县民都能够知道 此季人这样的一个援助 我们大家要花着感恩心 来感恩此季这样一个协助 同时我们希望所有的师兄师姐能够大家一起来陪伴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弱势族情 对于此季援建南投国中国小学校的议据 曾正言议员特别感谢上人的大爱胸怀 让世界充满爱 主席 他们说帮忙我们的大社会也帮忙很大 譬如说我们教育地团的时候 我们南投县有很多国中国秀 很多都是我们主席来帮我们去学校 所以在这里也要很感谢我们上人的大爱心怀 主席来帮忙我们的整个地球村帮忙这么大 这是我们应该要来学习的地方 这场慈祭岁末祝福广邀各界人士与会 大家一起祈福 期许以感恩心送走过去 欢喜心迎接未来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